继续来看的这位新闻人物呢 就是晚年被雇总统蒋介石 软禁长达33年的孙丽仁将军 他因为呢在二次大战期间 战功标柄扬明国际 而当年呢 软禁孙丽仁的台中市故居 如今变成了纪念馆了 今天对外开放 位在台中市向上路这间日式建筑 是孙丽仁将军被软禁长达33年的地方 这间大房子当时充满神秘感 但今天奉光开幕 成立孙丽仁将军纪念馆 我代表家属呢 只有一句话感谢大家 也希望呢 大家持续给我们支持 让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将军 我的父亲 被大家永远记住 谈到父亲不禁哽咽 因为这也是孙丽仁将军 深浅的心愿 故居保存完整 孙将军的马鞍 孙将军的书房 屋内摆设都维持跟过去一样 小时候曾和孙丽仁有过生活交情的英国国卫议员斯林 也专程来台湾 因为他的父亲曾和孙将军一起打过仗 我父亲以为他会认为他最好的中国军 他会认为他会认为他最好的中国军 他们一起打过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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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一起打过仗 二次大战期间 享誉国际的孙丽仁将军抗日战功无数 也和英美盟军建立良好关系 1955年担任总统府参军长时 因为部署涉及匪谍事件被迫引救辞职下台 蒋介石总统下令将他软禁 此后在两讲统治年代 孙丽仁这三个字成了禁忌 没有人敢公开谈论 1990年孙丽仁过世 监察院调查后在2001年还他清白 经过各方努力 其日的软禁地 如今成了纪念馆 记者综合报道